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婚姻变得越来越现实 在互联网以及快餐文化的影响下 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脆弱 大家好,我是顾尹琼博士 离过一次婚,后过一次产 错过一个爱人,失去一位亲人 都会让你一夜之间长大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 女性择恶的标准似乎要比中国的传统门当户对的做法差异很大 很多中上阶层的父母都教育自己的女儿 要去找教育背景好,有事业上进心 哪怕出身贫寒一点都无所谓的男士 而今天的主人公就是如此 1993年出生,上海交大毕业 硕士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回来后继承了家族事业,是贵阳女首富 据悉,95年的刘光耀从小就成绩优异 有着让父母骄傲的光环 刘光耀高考那年取得了山东省文科状元第二名 在山东这个高考大省中脱颖而出 之后便顺利的进入了北京大学 毕业之后又继续深造进入清华大学公读金融硕士 在读研期间,刘光耀决定休学 进入服装类行业 就这样,刘光耀拿着100万的启动资金开始了创业 结婚的对象就是北大本科 清华硕士毕业的创业男网红 结婚才6个月就宣布离婚 从大家的观察来看 女方对男方很好 帮助创业还去还债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去父留子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不同阶层的出身 的确对生活的诉求不一样 所谓的从好学校毕业和婚姻中的好伴侣 是两回事 毕竟金钱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备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备 特别忘记在缺乱中 Gog